啊 呃一喷子先先撂倒 那其实一个经典的2打1 首先的位置 一波直接 铁枪 屁肯一波想逃头之物 再喷 嗯小北过来补枪及时啊 其实 当你看到小鬼拿出喷子的时候 应该对他放心了一大半 是 这小鬼守房 尤其是拿着喷子 到 哎呦 林家这里直接被林导给打掉 那只能 只能 兄弟只能走了呀 直接天地地拿了个空头开车 而且五房的话也是要防止 万一有人过来 到他周边胁迫去打 再出去的时候 也是要抗点压力的 哦马云龙用双鞠放倒了特别 对 空摘了一下 马哥 马哥开始 哎呀但是这个分数被南南给拿了 啊 怎么说呢 这两天 应该算是谁有标准弹幕了啊 统一弹幕 标准弹幕 标准弹幕 嗯 好的 还好 黄一鸣 对 黄一鸣和周子轩 两个人合力是把七五分拿下来了啊 一个打一个 打的星星拿得也差不多了 嗯 反正麦田上你有看不到人对吧 对 哦 这个鹿鹿还是很准啊 先把五位给放到下个圈排水 南圈 呃 SMS由于初期掉了两个人 后续又直接被Pero打掉一个 现在只是 之前就有捡员的一个情况发生 但近年又遭遇到了天鹿的满边 我在空中 车还没有落地就直接被空摘了 那后续这个位置要吃到特别多的一个投注物 是的 有烟吗 SC就往中心点的坑去冲 结果正好被玄子给抓到一个 是的 玄子因为在场上 他就一个人了 换一分他就是大赚的 是的 是的 而且载具挺多啊 三两 其实两边都挺聪明 就是如果都贴得比较近的那个 各自的反破的话 容易吃到对方的一个投注物 是的 而别自到了中间就是这个 大麦田这一片的话也是被乱抽啊 我DT里面反打 聪聪和萨萨好像都被打倒了 但是 通过这个非常小的一个窗口 还是把冲冲给炸了 所以他血量太低没有打起来要 冲冲直接被击倒 小冲这边单挑没有打过 天路有机会吗 还有就是原点路过出现 马天地给放倒了 兄弟呢 DT什么cc 靠你了 我原点的话依旧天路这边也很难存活呀 主要是周边都有这种 原点枪线的干扰 是的 我还 这种这种坑就是早来的话遭殃 说实话就是来的越早越遭殃 因为你需要不断的去接团 看一下南部聚集了三支队伍 都是满边 TMA IFTY 还有CTG 而且他们前面的那个打击破的位置 说实话想要几个拳 现在其实谁都不太愿意说出第一时间出手 因为很容易被劝 应该都知道附近的一些情况 前面是一个满边的服务员嘛 这个平台上面只有两个人要动车 第一个人在动 第二个还刚刚上 要出枪了 哎呀这一出枪没有把人给打下来啊 自己位置暴露 那这样的话 再来一个火 烧得到不 方向是对的 啊没问题 嗯 好了再拿车 往圈内去走 换身这里的话也是被遗人给打 直接冲脸 New Happy 没什么问题 还能把人命给扶起来 来了 来了 让你去通我也会啊 是的会以BISA的 不仅仅只有你New Happy哦 大家都来以 小洛那边开车的时候知道 南部其实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小爱可以过 然后前面的FCG稍微有点阻碍 是的啊 这一局感觉又轮到了17开始抽了 是的 来了先锋烟选择要往右边去打 左边的MCG那边的位置太难打了 露露在这个投资物 雅皮那边 连倒两个击倒了小九和龙死干 我雅皮这一波大枪太致命了呀 对于FG来说 博良进点突围 Tobra直接被放到身上还有唯一的一颗燃烧瓶 先给一颗闪再说 小心火 露露起身过来 现在主要是旺仔那边的话也不好 补枪这个境变 CG大军压境 5V和王骚骚已经摸过来想要去K分 望在伊克雷是直接被 把把自己给补了这是因为雷没人出去被放倒 天梅这一波的话 只是伤了点血量 没有倒地的情况发生 那打完以后 把中间都有夹完以后 就天梅可以拿了车就走 我先进圈 一边走一边打 但是王骚骚不放 打了人还想走 先留一个 泼下的坑又有盖的一个出枪 刚刚放了几枪之后发现 这一波不能再往下下了 只能够去接后面的一个CTG 来了 王骚骚直接被放倒 林枪带着出枪 露露也直接被打掉 这一波TMA的话枪还是挺刚的 说实话 但是最后林枪还是用一颗手来结束了 TMA这一局 是的 但是这个圈的速度速度有点快 可能队友没法服了 马云荣来了 最后的一个总共 林枪压近 马云荣又被放倒了 近点只能往前租 他们先吃蓝圈伤害 确实这个位置太过于被动了 被MCG给淘汰 他这种感觉就跟刚刚 FTY去冲这个 TMA可能要从大德美那个位置 这去哪里都很危险 是的是的是的 在车上直接被打下来 结果再往去绕 你把AK再打一个 落车之后 鞋上缓缓盘 有投注吗 有啊不用了 摩得了 摩得了 对啊 队友队友有补枪啊 真的 又知道了钱 就那边人比较少 可能就不像南边啊 东边这么频繁的打架 对的 然后进点的话 风风也是把小鹿给放倒了 直接放了两个龙子 吹个陶地 哇 Gatway这个位置的话 有点难以打这个侧身了 呃 我现在正在想的是 他那辆载具 保的好了吗 就是轮胎有没有被修掉了 要不然前面的这个大过点 不是很好过 小鹿Gaming直接选择在往右边去走 是左右开弓啊 小鬼也是拉到了房子的外围 是 小鬼一个地方可以是 放倒了Monkey King 南上 看一下P格南 P格南觉得这边有香饱饱 想过来分一杯羹 是的 小北也被放倒了 悟空也是想对 这个武房做点事情的 小鬼往前去踩的话 容易吃到P格南的 飞身枪线啊 啊果不其然出枪了 被连打逮捕 是 队友过来冲进点 这个门空纵 很难打 在房子里面的人 是的 宿九一颗手雷炸掉了95K 现在只有宿九和小北 防得住吗 在隔壁的一个房子 那95K还可以被扶 然后无畏也正是混到了这个 房间里面了 是的 是的 也可以跑进去了 我宿九 再来一个手雷炸掉95K 手雷还是准啊 什么 小鬼居然 手伸那么长 打动 这个位置本来是天霸 去防守 小鬼里面的所有 哦 无畏被淘汰掉 找这个门口的位置也被限制了 Gadvy一颗火是把素质给烧的啊 我 大惊听到枪声转头一看 哎 这个斜坡怎么还有个人啊 就是淘汰掉了Gadvy 出来的队伍全部一时间全部打掉 对吧 现在开始哎 你们前前面不带我玩 兄弟这个时候开玩了啊 七七 淘汰掉了XLG 队友林树 也可以扶的 不用着急 唐弟弟顶在这个前点 一个人扶 再叫一个队友过来顶前点啊 95K那个位置想要去架一波枪 唐弟弟一人当先要绕一个测身一安的位置 95K这个位置很关键 只能说 哦 我近点的话 我拼他 搞定了 拼他 还是没办法对方的话 崔七一直接出来 摁倒了 屁肯男 只剩下了 两个队都可以扶的 四打一 是的 两个队友都扶起来以后 四打一最稳的方式不出现 好的 没什么问题 一波 气势压过来 有点顶不住 95K顶不住 然后天霸也是成功的拿到了六个淘汰 吃鸡 吃鸡 这个ITY które by bwd6